除了發燒 秀未決失靈 COVID-19似乎又出現非典型症狀 國外有資料顯示 患者腳上曾經出現過水泡 台灣也有類似個案 曾經有聽過他們報告說 有一小段的時間有出現水泡 可是我沒注意到那是在腳上 還是在哪裡 結果我目前的訊息 確實有一些回報是說 好像也有這樣的狀況 另外現行採檢方式 是將棉棒伸入咽喉 容易產生作惡咳嗽反射的現象 增加醫護感染風險 現在外界傳出漱口水 也能當作檢測方式 將有助於未來大量篩檢使用 儘量漱到後面喉嚨的部位 然後再把它吐出來 吐在我們一個無菌的收集罐子裡面 然後去做檢測 是可以得到陽性的結果 只要透過10到15cc生理食鹽水 就能利用唾液檢體進行檢驗 早在SARS期間台灣就曾採用過 但專家表示敏感度是否百分百準確 都還有待後續驗證 大家一起問台北綜合報導